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课啊 这个 扶手可能不太习惯 我就说我们在北京散课的时候 刚进大学 好多教室全这样的 当然那时候条件没有这个好了 就是走到哪一线起来 就是都这样的教室 我刚刚已经讲了 圆马 反马 补马 你们可以把补马 给它还原一下 还原出来肯定都是 那根位相扎都行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说 比如我们现在有个 钟 现在假如说 十点钟 现在假如说是六点钟 我们的钟只在十点上 你可以怎么 往前拨 往后拨 都行的 为什么行啊 它以十二维膜 买了十二 它就自动丢掉了 所以我们计算机利用 反马表示 跟那个表示附属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啊 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做一下作业 把这个掌握 下面呢 我们讲第二件 一般计算机和微信计算机系统 先讲一下 一般计算机 和微信计算机 那么首先呢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一般计算机的结构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微信的结构 一般计算机呢 也就是 我们中文给他翻成 英文不写了 这个字就是1946年 单身的 在美国的博物馆里 他把各种计算机都放在那 就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其实呢 我们国家也经历了很多的阶段 我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国内的计算机 做出来的还是科大自动化系做的 就是那个学校的 那个挂列上写的 科大自动化系做的 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系 计算机是计算机专业 那么最早的计算机有哪些组成部分呢 第一个基本组成 其实我们要来进行一个计算 比如说要这个 计算 算计算是这样的 A加上B乘以C 要这样的计算 那么应该有哪些部件呢 首先应该能进行加乘计算的乘法部件 是吧 所以呢 要有一个硬算器 可以进行硬算 是吧 可以进行加乘啊 这样的一些硬算 第二个呢 要有一个乘主器 我们把A加B做好以后 给它存起来 再取出来跟C加 另外呢 还要有控制器 控制这个计算机 C做什么 或者做什么 就要发各种命令 其次呢 还要把数据能输进去 输完以后 应该把这个结果送出来的 所以还要有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 所以呢 一般的计算机 要求五大部件 那么我们呢 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这个C把数据输进去的 叫输入设备 把A加B啊 这些都可以输进去的 输到哪里去呢 输了去参加运算 叫运算器 运算完以后呢 中间结果 可以给它送到 这个输入设备 这个存出器给它 存起来 存出器 存了以后 可能还要再取出来 继继续运算 那么我们也运算的结果呢 还要通过输出设备 给它输到外部去 那么所有的 那可能就是这些数据 要输出去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所有的这些过程 谁来控制啊 是这个控制器来控制 控制器就是可以发各种命令 比如说 它向输入设备 发一个命令 你是可以向 这个 存出器发一个命令 你存数据了 或者取数据了 向运算器发命令 你开始进行加法吧 乘法运算 还要向输入设备 发命令 你开始工作了 启动了 或者是停止了 这个是运算了 什么运算 这个呢 还向输出设备 还可以发命令 所以这个计算机 这个可以控制 读 或者是叫写 发各种命令 这个命令哪里来啊 由指令来控制的 这个命令呢 是指令 指令哪里来呢 也是像数据一样 输到计算机 所以从苏罗斯贝 输错输入指令 经过这个 送到控制器来 由控制器一马以后 产生各种命令 因此这个计算机 工作的时候 有两股信息在流动 一股信息就是数据信息 另外一股呢 就是控制信息 那么我们这个计算机的 硬件上 看有这样的一些组成部分 我们把各个部件呢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CPU 看一下啊 第一个 叫CPU 也叫做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 中央处理 SS 单元 第一个是CPU 那么在微型计算机里呢 我们也把它称作 Micro Processor 微处理器 或者叫微处理器 这个CPU 就是经历了 好几个代 就是 CPU就经历了 电子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电子管 现在大概都看不到了 原来进门的纹压电源 都是一个灯 后面呢 就是晋体管 就是由这些来组成的 还有呢 是集成电路和大规模 集成电路 这样 叫IC 或者是 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 那么就是这个处理的啊 第二个部分呢 就叫做 主机 主机呢 就是 映算器 加上 控制器 加上 承煮器 叫做主机 第三个呢 就是 外设 或者叫做外部设备 外部设备 它包括 输入设备 叫做input 还有呢 输出设备 输入 输入 应该是 还应该是输出了 输入输出设备 通称外设备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硬件 刚刚讲的几大部分就都是硬件 就hardware 以上部件 所以这个设设备 所以这个设设备 由这样的一些部件组成的啊 那么光有这些硬件 设设备还是什么也不会干 所以还要有指令和指令系统 所以这个是硬件 所以这个是硬件部分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组成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光有了这些部件 还要有就是软件啊 所以第二点呢 我们讲一下指令和指令系统 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发各种命令吗 是吧 指令就是instruction 指令系统instruction set 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规定这个计算机 这行的各种命令 规定 计算机 这行的各种命令 就叫做指令 一条指令就对应一个操作 然后一条指令有可能会有几个操作 不同的计算机有不同的指令系统 这个指令仿佛是方言 换了一种不同的计算机 它的指令又不一样了 你要去学单片机 你要去学其他的 要学不同的指令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搞电类的工程的这些 至少要掌握像这样的指令要掌握好 那么这些指令呢就是事先都给他 要让计算机工作就把这些要做的步骤 一条一条都给编好 放到计算机里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A加B呢 c把A取出来 再把B取出来 跟A加 然后再做乘法 都是取指令 取数据 做乘法 做加法 都是指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刚刚讲的是指令和指令系统 这个是应该是 然后呢 指令的 指令的 自行过程 怎么自行啊 我们刚刚讲了 已经把要计算机运算的这些步骤 全准备好 放到计算机里 然后呢 就剩序取出来 放到乘主器里的 剩序 取出 指令 先编好了 编好程序 一条一条放在计算机的乘主器里 然后呢 剩着次序取出来 取出来一条指令以后 再一码分析一下 到底是要他做什么工作 分析 这个是取数 这个是乘法 然后呢 就开始自行 自行完一条以后呢 再取下条 继续自行 所以呢 就不停的取指令 一码分析 自行 下一个单元再去取一个 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遇到停止了 或者什么了 就停止 这个是指令 这个是指令 自行过程 那么 就说 计算机 从刚开始的 逢能一码的 到现在高档的 基本上工作原理啊 但是呢 现在的高档机 批事这些 它还可以把指令 放到一个池子里 叫破里头 乱续自行 可以一下子 自行好多 就是复杂的多 我们现在讲 最基本的 那这里还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是 这个位 就是bit 计算机 一个二进字 就是一个位 我这就不写了 还呢 是字节 byte 一个byte 就是八个字 bit 然后呢 word 自word 这个是两个字节 叫做一个字 还有呢 是字长 一个 印刷单位的长度 字长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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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行指令啊 这是要用到这样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那么 比如我们现在的 计算机是16位机 32位机 我们已经把16位机 轮到垃圾箱里了 但是现在还在 还在讲 它的基本的原理 有些还是有用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指令的组成和机器 第三个问题 指令 的组成 和机器码 8086来讲 不是指令是方言吗 是吧 一条指令呢 可以有 就是一条指令 有多少个字节组成 可以有 1到6个字节组成 最简单的 比如我们要做个清零操作 就一个字节就行了 很简单的 还有要取好多数 送到什么什么 层出单元什么 它就多的有6个字节 对于本斯来讲 它的一条指令 可以由 1到14个字节组成 那么这么多的字节 它排在计算机里 要取的话 要把一条指令都取完 才能制行 那我们这个指令呢 是有 放在计算机里 就是机器码 机器码 计算机认识的二进制数 就是机器码 机器码都用二进制来表示 它的一般的形式是这样的 一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操作码 你是执行什么运算啊 要告诉他 操作码 然后呢 操作数 操作运算的数是什么 两大部分组成 那么我们看看啊 例如有一条指令 就是要把二 取到 计算机里的 最用的多的 叫累加器 计算器叫累加器 我们要把二取出来 送到计算机的累加器里头去 这样的一条指令 如何用二进制来表示呢 就是这样 实际上是8086的 操作码 就是B 2 我如果累加器16位的 那么这个数就应该是 0200 也就是说一条指令 有三个字节组成 第一个字节 就是操作码 这个操作码用笔把表示 就是把某一个数送到 16位的累加器 AX里头 那么数在哪 紧接着这个数 这个两个呢 就叫做操作数 操作数 你看我们是2 它是0002 0002 低位在前 高位在后 这个假如说我们放到这0地质 这个是放到1地质 2地质单元 那就高地质单元里头放的是高位数 低地质单元放的是低位数 这呢我们就看一下指令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呢我们再讲一下汇别语言 刚开始计算机发明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来表示的 B800 02 什么这样的 我在北京刚上大学的时候 就去 到后来还是 就那些纸袋啊 穿孔机 打孔 七几年的时候 我在近代物理系的时候 穿了大量的纸袋 数据全是一个孔 桌进去的 就是这么书的 就这样的 你说像这样书是不是很麻烦啊 很就是说很复杂 所以当以前计算机懂得的人就很少 现在就越做越简单了 什么人都会用了啊 你不会用 现在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那么我们看看就是像这样是很麻烦了 那么后来呢 就是有汇别语言 第四个 就是刚刚的是难认 难学 难记 难懂 就是这个叫机器码 这个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机器码 它有那么多的缺点 但是计算机就认识这个机器码 你容易懂得它也不认识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有汇别语言 Assembly 语言 这个 汇别语言呢 也就是 我说我现在要是取书啊 加法都用助己符来表示 就是用这个助己符 什么叫助己符啊 就是英文的速写 速写 来表示操作码 操作数不要用英语速写了啊 操作码 这样的指令呢 就是这样汇别语言来用符号语言来代替机器码 那么比如我们刚刚的 例如 这个 就我们刚刚的指令啊 就可以 就把2上面指令 我们上面介绍的指令 可以写成什么呢 Move AX 2 这好记多了 是吧 表示把2取到AX 加一个注射 一看Move 就是表示Move的缩写 那么不同的机器这个码就不一样的 有的以前的叫Load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你学起别的也很容易了 是吧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个像这个缩写 比如说是ADD Sub Move 这个一看你们就知道 什么了是吧 这个是加法 这个是解法 这个是传送 所以有了这个汇别语言以后 B机器码进雷大墓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编个程序 就好多了 譬如说 我们要编成 求一个2加3这样的程序 怎么用汇别语言来编呢 我们可以Move AX 2 把2给它送到 都是这样方向走的 以前有的计算机是有望左 有望右 现在我们这个都是望左 不是望右 嗯 然后呢 你再一个ADD AX 3 把2送到AX 3跟AX里头的内容2相加 加了以后 把结果Move到 Exact代元 这几条指令 就用汇别语言编的 嗯 那么这个 指令会了呢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程序了 第五条 叫程序 用汇别语言写的程序 我们这里讲的啊 是指的是 用汇别语言写的程序 程序是什么呢 是指令的集合 很多的指令 给它组成了汇别语言 它是 可以完成一系列的 完成某一个任务的一系列指令 我就不写了啊 可以一系列的指令来完成某个任务 那么汇别语言 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呢 第一 它这个是速度很快 你看它每一条跟机器码是紧密的相连的 第二呢 在内存扫 第三呢 就是L操作的时候 跟输入输出设备打交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用这个汇别语言就很方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学这个是为了更好的了解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所以汇别语言 那么我们刚刚呢 讲了一般计算机的组成 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我们再看看微星计算机是 如何来组成的 就是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呢 危机的结构 就这样这里呢 也已经用了一些8086的指令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微星 计算机 这个 他呢 就不是像刚刚那样都扯在一起的 实际上呢 像以前 我们 我的老师 他就是 专门上乘主去一门课 他就从开学上到结尾 然后上硬控上一门课 他就是会运算机 乘主去 因为一个硬控就非常之复杂 我们现在呢 就是已经是结成度很高 很快就能把整体都了解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微星计算机呢 它是跟刚刚的 Fernoyimajiko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呢 有一个叫CPU 中央处理器 CPU 然后呢 通过总线连的 这个总线呢 叫做地址总线 Address Bus Bus 中线 然后呢 这里也是有乘主器 据算机肯定要有乘主器了 还有呢 是 IAO这口电路 而不是IAO直接扯在上屏 这叫IAO机口Interface界面 通过这个机口电路 里头有一个内部的总线 叫做IAOBus 然后呢 跟外面的IAO设备相连 所以它结构上不太一样了 输入输出设备 O设备 中间呢 就是有两股总线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双向的 所以这个叫做数据中线 DataVus Bus 还有控制总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单向的 这个计算机 微信计算机的组成 有几大部分 CPU 承主器 IAO机口 IAO设备和总线 通过总线 把这几个部分连起来的 所以下面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各个部分的 各个部件的组成 第一个部分 它是CPU 这个是从8086 一直到本4 当然前面我们讲了 还有什么80084004 这样的一些 我们重点呢 介绍8086的内部结构 对于本4 就是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介绍 一般的CPU都包括什么呢 我们到时候 重点分析一个8086的CPU 它里头有继承器 运算器 一码器 展存器 内种线 就这样一些部件组成的 那对于高档机来讲呢 它还要加上分段部件 分业部件 这样的一些 所以我们这个呢 刚刚已经介绍了一下 CPU的 就是有哪些种类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部件 CPU不再介绍了 第二个承储器 承储器叫Membering 或者叫Storage 承储器 承储器呢 我们稍微多讲一点 而且把第二章的有些内容 拿到这儿来介绍 是一个承储器的功能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用来承放指令 数据都是 就是承放 数据当然要放了 还要承放指令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 那么通常呢 我们依什么位单位呀 这个依 自己为单位的 你们说买了 一兆承储器 一兆B 这个B就是byte 承储器来 承储容量就多大 那么第二个呢 有个地址问题 像我们这个指令 一条一条的指令往承储器放 放到哪个单元啊 每一个单元 应该给它编一个号 就是 承储单元的编号 我给它简单讲一下 承储单元 编号 都是整的数 从0开始 01234一直到FFFF这么编的 这个地址的范围有多大呢 那就可以看一看一看是地址总线来决定的 你那个计算机的地址总线有多少根就可以来决定地址总线的范围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计算机到底有多大的层储单元啊 你们去买去买计算机 用计算机 那么我再看看有多大 这个2的10次方等于1024个单元 这个单元都是以自己为单元 单位的啊 就等于到1K 一个K 然后呢 2的16次方 以前的八位机 它是16根地址线 16根地址线可以寻止 2的16次方是65536个单元 这个呢 叫做64K 我们现在讲的8086 8088它有20根地址线 所以2的20次方等于1024K 等于1兆 等于1兆 比100万 这个是168位机 8位机 通常地址线是16根 我们这个16位机8086 8088 它是20根地址线 可以寻止的内存单元是从0一直到 是从0到FF 1兆就5个F 1兆就5个F 那个上面的是4个F 然后我们的32位机 它就更多一些了 然后我们还有是1024个兆 B就等于1个G 1024G G就等于1个T 1个T 这是10的9次方 这个是10的12次方 所以我们课程里呢 会切着比较多的是 1兆2的20次方 20根地址线 可以寻止这么多单元 32位机的话是32根地址线 2的32次方个单元 这是我们的 承煮器里头的地址的概念 每个单元编号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 FFFF再加1等于多少 又回0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 乘除单元存的内容 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乘除内容 那么一个乘除单元 有个编号 然后里头放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譬如说我们有个乘除单元 这个里头放的内容 放的什么数 也是用H为单元 这个是地址 地址呢也是H编号 那我们第一个地址是 0000001单元 2单元 3单元 乘这一些数 假如说是 B802003C 我们刚刚讲的B80200 是一条指令 它呢是802 去到AX里头去 底下呢 假如还有1200H单元了 假如我们存的 这是8F2A3412 那你们说8086最大是多少 最大地址是多少 5个F FF 是吧 那么有这么多的单元 2012 0102单元 03 04单元 我们怎么来表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 3号单元 放的是3CH 是吧 我们写成 0003H单元 放的是3CH 它放的是数 就这个 这个都是一个一个字节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1200H单元里头 放的是什么数呢 放的是8FH 我们这个计算机怎么都是一个一个字节啊 16位积怎么放啊 我要放一个字 16位怎么放呢 那我们如果说看一下 这个0001单元 0001单元里头放的字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字节是吧 你说它放的字是什么呢 应该是16位 16位的话 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20001单元放的什么数啊 20002H 高地质放的是高字节 低地质 也是低地质吧 放的是低字节 这个叫做 little ending 就是计算机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 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这个叫做little anding 我们课程里学的是这个 有少数的计算机是反过来的 别给暗定 高字机在前 低字机在后 我们本课程都用的是这个 这么放的 这就是计算机里放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 我们编程的时候怎么来表示呢 譬如说可以这样来表示 这个假如起个号叫做DA1 DA2 我们这么来表示一下 DA1 db b8 02 我从DA1单元开始 放的数 第一个数是b8一个字节 db叫databyte 放的表示是字节数 这么放有没有问题 还是有点问题 计算机这个 要前面要加一个0 b8 否则的话 它以为它是字母 这就表示是数字b8 那么我们可以 d a2 d a2 d w 这个是表示放的是字 d a2单元是从哪开始啊 2单元开始放的一个字 你们说这个2单元开始的字是什么 要记着啊 d字节在前 我们指向的是低字节单元 应该是3c00 我指向的是这个2单元 但是它的数字放在23单元 3单元的是高字节 2单元的是低字节 它可以da3 dd d a3 我们后面再放 这可以 这个地方 嗯 它是放12344个字节 dd 那么就应该是等于1234 后面应该是 2a8f 2a8fh 所以我们这个承主器里是这样放的 编程序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把书放到计算机里啊 就用这样的为指令来表示 嗯 这样呢 我们就把承主器的一些概念 那个 嗯 所以一个单元 你怎么知道是字 怎么知道自己呢 就是 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可以看出是字 也可以看出字节 你怎么知道取字 怎么知道取字节 由指令来决定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例如 就是例如 A6位的 AL继承器是8位的 所以你到底 Ret单元去取一个字 放在里头 取两个字节 下面一条指令呢 到你Ret单元去取一个字节 今天就讲到这 下课 结束了 有点 就像是这样的 有点 说 这个 就是 这 是